沙特阿拉伯內政部表示 無人機凌晨對東部城鎮阿布卡伊克的沙特阿拉伯 國家石油公司設施發動的空襲造成的火災已經被撲滅 無人在今次的襲擊事件中喪生 也門胡塞民兵組織的一名軍方發言人聲稱對無人機襲擊負責 但尚不清楚無人機是否來自也門 沙特阿拉伯電視台還報導說 東部城鎮阿布卡伊克的兩處主要石油設施遭到襲擊之後起火 目前火勢已經撲滅 不過冷卻了這些設施的行動仍然在繼續 沙特傳媒報導說 襲擊發生在當地時間星期六凌晨4時左右 阿布卡伊克的居民發布的一段視頻顯示襲擊發生的時候 似乎是沙特的高射炮向空中對無人機開火 一些阿拉伯新聞頻道稱由於擔心無人機來自伊拉克 沙特向該國北部邊境派遣了空軍早期預警機 美國之音無法獨立證實這些指控 也門胡塞武裝的軍事發言人薩雷尚教宣稱 對無人機襲擊沙特石油設施負責 並誓言如果沙特聯軍繼續對也門境內目標發動襲擊 將會增加無人機襲擊的數量 他說十架胡塞無人機星期六清神襲擊沙特阿拉伯 國家石油公司在沙特東部的兩個石油設施 他表示這些襲擊是對他所說的 對也門持續不斷封鎖和侵略罪行的回應 shocked他地方 封鎖和侵略文人機 作詞力導入到下周期封鎖和侵略 參與美國核亜 成功攝影響 用人機操作為主,一位 佩抗哈黑 非常非常的深刻 無人機避重